其实我们如果要做出什么删除 所以新增有个3 3的话我建议就从后面删过来 所以我删的方式记得就是 for i 等于最后一个 should 等于看 这个蛮重要 should 的全部就指的是总共有4个 到第二个 step 负 1 然后把那个工作表删除 should 刮乎哪一个 最后个 4 吧 delete 就第四个 3 第三个 第二个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到前面 因为你如果删前面它会变得顺序乱掉 那你会变得删不到你应该删的那个工作表 这个很重要 因为坊间的书籍没有人写这样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你最后你要减1 加1 哇 头晕好这样 干脆写这样最简单 那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application 这个什么display 等于false 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会删除的时候 它会跳什么呢 跳一个警告 什么警告 比如说它这边跳什么 诶 是否删除 是否又删除 是否又删除 天哪 那如果里面有100个公司 它会跳100个 这个是否删除 OK 所以你如果不想它跳那个的话 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 用application.dispressor learn 怎么样 把它关掉 意思是说不要跳了 不要再问我了 直接帮我删掉就好了 不过最后你记得要把它改为true 就是要把它打开 否删的话它以后就不问的话就麻烦了 最后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新增工作表复制过来 结合什么呢 结合刚刚的这一段 班级这一段 把这一段贴到这个什么呢 新增工作表中间 这样看比较不清楚 我们看云端上 其实我是把 有没有 这一段 上面这个是新增工作表 底下这一段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那个 这个 复制工作表那一段 就是把它放中 里面有哪些不一样呢 就是里面会多工作表 有没有 哪一个工作表 到哪一个工作表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OK 那如果你这个可以理解的话 那应该没问题 就是可以把它call到 不同的工作表里面去 那我demo 最后给各位看 这边最后做出来 新增工作表配合复制 OK 有没有 一班call过来 二班call过来 三班call过来 最后就完成 不过这个方法 当然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程式 真的还蛮冗长的 而且很容易做错 不过其实重点是 把新增工作表 跟刚刚的那个复制 到另外一个范围 把它合并在一起 其实基本上架构就是这两个合并而已 只是说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用筛选的方式 那筛选怎么写 其实更简单 在哪里 在下面这边 筛选工作表 主要就是这两行 所以外面这个一样是新增工作表 最重要的是这两行 用了哪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用那个什么 Auto Filter Auto Filter就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 只要告诉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哪一栏 Field是哪一栏 我要查的是第一栏 有没有 就是查这一栏 然后条件在哪里呢 条件就在这里 所以我要查一般 它就先把一般筛出来了 然后我怎么做复制呢 就直接把这边主要是把那个范围 点Copy就可以 你就把那个范围整个call过去 那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隐藏 所以call不到 call过去的就会是 你筛选过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call 而且包含什么 包含栏位名称 所以我做最后的结果 比如删掉 然后筛选 这边有没有 一般有没有 它就等于筛选 那把没有隐藏的部分call过来 所以没有隐藏的部分call过来 那等于就是一般 然后再二般 三般 四般 把它弄很多的话 尤其这个方法 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回去用在 你工作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一定有啦 我相信 有没有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 你希望把根据哪一个栏位 做资料的分割 太多了 回去用用看 反正呢 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把我这个当成是一个范本 你用改的 你多改几次成功的话 我想你应该也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做过 会了 你大概就知道了 反而如果你讲了很多理论 当然问题是理论都太虚了 所以有些书里面讲再多 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太抽象了 倒不如实际上 上机做一遍 会了就会了 OK 会了你在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 因为这一期课程 就到今天 所以之后的话 如果有问题的话 当然欢迎各位 可以 就是 发mail啦 或者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可以啦 如果回去 如果像这个 这个不OK 你做 有发生问题 没有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然后告诉我几分几秒的地方 你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那如果我直接看到 手机会跳出来 我直接就可以回答你了 这样会比较快 比较具体 不要讲一些很抽象的东西 我想半天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或最好是说 如果你有问题 你把那个 你的问题的那个档案 的那个部分 你不要全部答 就那个部分 你告诉我说 你想要做什么效果 但做不出来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 可能我会很快就回答 因为 我刚刚讲过 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了解你们问题的逻辑 因为我很多时候 我根本不太知道 到底同学问的问题的 这个重点在哪里 如果你告诉我 我知道重点 我都可以回答你 可不可以做 怎么做 OK 那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就 先在这边 先告个段落 OK 谢谢 回去再好好加油 因为这个课程